出發囉 大人小朋友都覺得好興奮 隨著熱氣球緩緩升空 整個路野高台群山環繞的自然美景 從高空俯瞰更是別有特色 熱氣球為你加油 各種造型的熱氣球一字排開 除了有穿著傳統服飾的Hello Kitty 還有可愛的台灣黑熊熊讚和歐熊 各方卡通人物齊聚這裡 台東的天空相當熱鬧 吸引民眾喜家帶卷來探訪 也是先生跟我講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 今年嘉年華還特別邀請二十幾顆 從各國遠道而來 首次在台灣亮相的熱氣球 但聖福對造型保密到家 要給民眾驚喜 受到疫情影響 台灣飛行員很久沒升空 也很期待能再次飛行 活動的第一場的飛行 我們會飛全球唯一的Hello Kitty 身為布農族的我 剛好Hello Kitty也是穿著 布農族的服裝 所以也蠻有意義的 去年受到本土疫情影響 熱氣球嘉年華 只開放台東憲民參加 整體人氣不如以往 今年活動不受限台東人 7月2號開跑為期一個半月 透過工作人員 跟想搭熱氣球的遊客 都要打滿三劑疫苗 加上即將上路的國旅真心補助 旅遊業者看好暑假生意開紅盤 我們目前的話大概接近50% 跟去年比起來的話 還是算是比較好的一個情況 邁入第12年的嘉年華 隨著熱氣球再次升空 台東的國際級美景 也將重現在眾人眼前